LEN 其實這個LEN 就是算文字 也就算你的儲存歌裡面有幾個字 比如說像這個練習題 你們打開那個LEN 從REPD下面這邊 切到那個LEN&MID 切過來 不過可能會在中間 你往上捲動 它在上面一點點 比如說我想要算什麼 算身份證字號是不是正確 那是否正確的話 這邊我怎麼知道 那身份證字號一定是幾個字呢 10個 可是如果它打了11個字 或者打了12個字 打了9個字 那你不知道怎麼辦 你要怎麼判斷 你總不可能自己慢慢數吧 所以最聰明的辦法 把它裡面的那個字數 用函數幫你先帶出來 然後呢 你再去做邏輯判斷 你就知道說 它的這個 儲存歌裡面放的長度 是不是正確 大概這樣子 所以呢 我怎麼知道裡面有幾個 很簡單 一樣把游標先放在那個 C3儲存歌 然後上面一樣會是 有個插入函數 一樣找到文字裡面的LEN 所以L開頭的 你就往下找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找哪一個 反正你就先找哪一個類 再去找它的位置 LEN LEN之後的話 底下一樣會提示 提示什麼呢 你要給我一個就好了 一個TESTER 然後呢 他說 傳回 傳回什麼的 文字字串字圓個數 總共幾個字的意思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一樣一個格子而已 所以這個還比較簡單 顧名思義嘛 你就給什麼 給它的身份字號 對不對 你給它身份字號 它幫你把裡面有幾個字算完了 那算完了 你不要急著按確定 你可以看 底下這邊有個訊息 有沒有 10等於10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等於10嗎 意思就是這樣 它就是在這邊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 這個地方 10有沒有 意思說裡面有10個字 OK 這個地方 那按確定之後呢 它就會把10個字 反彈回來 那 因為B3 這3 我沒有鎖起來 所以等一下 向下填滿 會變B4 B5 B6 有沒有 如果像剛剛那個 如果你把它鎖起來的話 3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那它就變成 永遠鎖B3 那永遠都是10 對不對 所以這個填滿 就是你向下拉的時候 就要注意 到底什麼地方要加前的符號 什麼地方不要加 向下拉的話 那個數字的列號會增加 這個是固定的規則 我想應該大家都知道 應該都知道 只是說可能有些同學 觀念還是沒有那麼清楚 就好像感覺奇怪 為什麼有人 前面有前的符號 有些地方沒有 那個前的符號 只是說固定那個位置而已 OK 然後你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應該會吧 就是這個右下角的那個空點 向下拉就可以了 有沒有 右下角的空點 你把它移到這個空點上面 有沒有 它本來是白色的 會變成黑色的 向下填滿 這樣子 底下的全部都做完了 OK 那其實E-Sale 也是透過這種自動填滿的概念 反正底下全部都套用什麼 套用上面一樣的公式 那底下也全部做完了 所以其實一般 很好E-Sale裡面只要做一次 其他就OK了 其他就OK了 好 那你會發現 這邊有10 有11 看 把字 把字放大一下 都是10嗎 可能用到下面那個範例 因為我覺得錢沒有 對不起 沒有啦 上面還有一個範例 中間有一個 你要推到上面 推到上面 上面還有一個 長度 長度 不是性別 你可能跑到性別去了 長度 那個地方 這個 你可能 它一開起來 預設是會在中間 你要往上推一下 所以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有打錯了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做一些邏輯判斷的話 假如未來 其實我們要的其實不是10跟11 而是我要判斷 對還是錯的話 那就是要用到邏輯函數了 邏輯函數剛好是下一個階段要講 我們可以順便先講一下 這裡如果說要對還是錯的話 那你可以在旁邊 在第三個地方 插入什麼 切到邏輯 剛剛說文字嘛 文字的下面一個就是邏輯 所以你就是在邏輯地方點一下 在那個選舉類別的地方 邏輯 邏輯裡面會有一個if 這個if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工作裡面一定都會幫你做邏輯判斷 其實機器人外語也是幫你做邏輯判斷 你要哪一些 他篩選篩選 很多條件裡面幫你找到一個對的 OK 好 if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這個地方又會比剛剛更複雜了 為什麼 因為剛剛最多吃了兩個 repeat了還有兩個問題 現在他有三個問題 其實以後不管 反正幾個問題 你就給他對的 他就給你 給你那個 你要的東西嘛 那所以 大家我們就理解一下 用了解的 他第一個問題 一定是問你什麼 你的那個邏輯 logitext 邏輯是什麼呢 如果 那所以你告訴他說 如果這個裡面的資料 長度 如果等於10 所以你先點一下c3 或者直接打c3也可以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10的話 等於10 10個字的意思 那表示怎麼樣 表示是正確的 那另外一個 表示不正確 反之啦 所以如果這個邏輯 等於10 是一個邏輯 底下第二個格子是 如果是true的話 你要怎麼處理 true的話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 等於10 那另外一個 底下這個第三個格子是 如果不對的話 那你要怎麼處理 那很簡單 你就是 幫我 直接丟一個 yes 或no 那我打個y y表示正確 n 表示不正確 好 這樣有沒有 y 跟n ok y的話 就是 yes n的話 就是no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等於10 那就幫我輸出y 如果不等於10 那就是輸出n 按確定 按確定 兩個步驟的公式串在一起 甚至有的很複雜 你們看 應該有看過很複雜的公式 他可能有很 四五六七八個步驟 全部串在一起 讓你感覺很複雜 其實他們拆解開來的話 都是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的完成 全部再把它串在一起 才有可能做很複雜的公式 所以其實複雜 都是從簡單開始 你如果不懂的是簡單的 你怎麼做出複雜的 所以就是這些基本 我想應該沒問題吧 請推這個 再多學一個if 所以我們 今天 第三個函數就是if if 難度又更高了一點點 這邊的話 我把那個畫面再 再拉出來 你就把它 游標放在d3 然後 輸入y c3等於10 的話yes 反之就是no 這樣子 這個是 用 邏輯函數 當然 邏輯函數後面還會再提到 邏輯裡面還有更複雜的邏輯 OK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先就是 LEN LEN 當然你就了解 它是算什麼 算裡面有幾個字了 所以我們有REPT LEN 接下來 從簡單再到複雜 這個複雜就是 後面那個 手機 剛剛那個綜合練習題 就是我要怎麼用REPT 跟LEN 幫我完成 後面那個綜合練習題裡面 要做出來的結果 那個結果 其實難度又會比較高一些些 如果你們對於 這個函數使用上 不熟悉的話 那這邊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REPT加LEN 接下來當然呢 你把它切過來之後 這邊呢 有個綜合練習 然後手機部分 就是利用剛剛的 這些東西 全部串一起 那當然 相對難度會更高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第十三月 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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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寫B3 對 B3 B3 C3 不錯 可能 那個位置 B3 B3 對 我這邊是 這個地方 其實 我們這邊是分兩階段完成 如果說你希望什麼 不要這個 不要這個階段 就是不需要還 因為你變成說你先做 一定要先做LEN 再做這個對不對 如果一次全部完成的話 一次喔 你就是喔 直接就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LEN這個有沒有 這個公式喔 直接可以再把它複製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 YES或NO這邊 把它放在C3這邊 就是可以不需要怎麼樣 不需要還要再 再做一次啦 這個 講義裡面那個是 就是 那個 等於是兩 二合一的啦 二合一的結果 OK 那就可以一次 點C3是直接判別多幅 就是十個字 就是對的 點C3是說 先算出幾個字 然後再一幅 就是再根據它算出來的長度 去做邏輯判斷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人 是不用C3 C3那個地方判掉也沒關係 一次就可以做完就對了 如果一次做完的話 OK 應該可以 OK 可以理解吧 因為以後的公式 你不可能說 你先做一個 再做一個 那不是要分很多欄嗎 未來其實一欄就好了 一個動作 所以後面會越來越複雜一些些 好 再來的話 你的問題問得非常好 因為我本來是想講 因為我看大家的那個 都怕會跟不太上 所以我想說 逐步逐步再加深 一下子講得太複雜 我怕你一下子沒辦法接受 這有時候是要 針對大部分同學的那個反應 因為在台北上課的時候 會有時候會跳比較快一點 因為不同的 不同的就是對象 還是要適度調整一下 如果我發現 我自己跳到後面去 你們都還沒跟上 會感覺好像 奇怪為什麼每個人那種表情 其實會跟不會 你的眼神會告訴我 你到底有沒有學會的 你會的其實眼睛就亮的 你不會的眼睛就萌萌萌的 就是那個眼神 對就是還在那個 不知道什麼情況發生 那種情況 不過這東西其實 主要你就是去理解 我真的完全 不要你們去背任何東西 因為像我們工作裡面 像寫程式好了 你要說要全部背 怎麼背得起來 全部都是用理解的 每個東西都是可理解的 那我只需要知道什麼 他提供給我的線索 然後我去做後續的動作就好了 這樣做起事也很愉快啊 你不然什麼事情都 塞在你的腦袋裡面 而且那些東西還不是你的 一定會有相容性問題 你會排斥嘛 那排斥 為什麼人會疲倦 其實會疲倦的原因 是因為你塞了很多 不是你的東西 在你的大腦裡面 你就會排斥了 所以很多東西 不需要放在裡面的 就盡量不要放 你可以放在外面就好 放在一個你找得到的地方 然後盡量理解的 好 不然其實說真的 我教過的課程太多了 而且程式語言 我至少教過超過十種 都不一樣的程式語言 那如果每個都要用背的話 那當然永遠背不完 而且跟以前在學校學都不一樣 連學校就是老子叫你背起來 為什麼不知道 背起來就對了 那到社會上才知道 很多東西是不能用背的 你背的絕對沒辦法應付你工作 因為你工作絕對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都不一樣 而且現在未來 能夠真的有機會的 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你會把他講 什麼東西為什麼會很夯呢 就是因為他跟人家不一樣 你跟他一樣的人都沒有機會 所以反而現在在學校 比較乖乖的學生 未來發展不見得比較好 反而我還希望我小朋友 你盡量不一樣 但是那個不一樣不是壞 就是說你要在有一定的規範之下 可以有一些創意 是被允許的 OK 未來的那個教育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切到做一個練習 就是剛剛主要是做練習而已 後面的話就是一個 這個過一關 就跟那個馬力兄弟一樣 叫魔王 就是要打這個魔王 那這個魔王呢 就是把REP 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後來後面的話 怎麼把這個事情做完 1等號 等於什麼呢 因為我開頭一定要先串一個09 那你09的話怎麼先放進去 欸 雙引號 特別注意喔 在Esser裡面呢 如果你要打文字 一定要雙引號包在裡面 而且是要一對的 你不能打一個喔 只能要一定要打兩個 還有特別注意喔 之前還有一個同學喔 很甜耶 他以為打兩個單引號 也是 他打兩個單引號 看起來一樣耶 他一直看奇怪為什麼不行 不一樣就不一樣 OK喔 所以記得喔 一定只能打一個雙引號喔 雙引號喔 雙引號是Shift加上那個 Enter上面嗎 Shift按住上面喔 09 然後 雙引號 那 我這時候打勾 你會發現 他會幫你把那個什麼 這個09放進來 後面的話 AND AND什麼呢 我要再串一個 欸 串電信業者的話 記得喔 要用這個AND符號 這個AND符號呢 主要是 文字跟其他的資料做銜接的時候 一定要用AND OK喔 串接就對了 那串什麼呢 串這個儲存格 所以我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呢 幫我帶過來 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 再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AND的後面 再點一下電信業者 OK 你會發現 09ANDF4 打勾 0911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還在減的符號 一個 那個 減 一個minus 一個減的符號 所以AND 再串接 那減的話呢 就是雙引號 加一個減 你在打勾 有沒有 0911 應該OK吧 反正一直串 這個很重要 以後 如果你的很多欄位裡面的資料 中間要串什麼東西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串 把自殺一下放大 因為我們這投影效果 比較 下面放大 上面還沒放 上面沒辦法放大 或者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講義裡面也有 這個最後完成的 不過它那個是完成 沒有分段 然後呢 再來什麼 0911 然後 減的符號 再串什麼呢 再串 那個 門號的區碼 那可是區碼部分的話 我要是084 所以084呢 可以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 重複幾個0 一個是 再把84放進來 OK 那這個其實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邊呢 游標再放這邊 再AND AND什麼呢 先打那個 REPT 那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AND之後 請你 游標再放在哪裡呢 這個時候前面我們是 使用那個插入函數來 加REPT 不過特別重要 如果前面已經有公式的話 你就不能用這邊 這邊是不OK的 要用前面這邊 如果前面如果有公式的話 那你就要用前面這個下拉的清單 加你要的公式 那怎麼加 記得AND 前面再拉一下 這邊會出現REPT 我們剛好用過 所以把它點擊 它會幫我把REPT的公式放在這裡 然後重複什麼呢 跟它講說我要重複0 所以雙引號0 雙引號 雙引號 重複幾次呢 根據什麼呢 根據你的區碼 裡面的字數 有沒有 然後用3去減 所以這邊有公式是3減掉 因為我一定要三個字嘛 3減掉L1N 前刮弧 然後呢 游標再點一下G4 再後刮弧 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這個公式打完之後 它會出現什麼 它會出現那個 一個0 OK 意思就是說呢 我 就是G4裡面有兩個字 所以用L1N抓回來的是兩個字 那3減掉2 剛好一個字 所以 這個地方剛好REPEAT了一個0 OK 那可以理解剛剛這個道理吧 這可能會等於把兩個串在一起用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會補一個0 那後面沒有8是怎麼辦 再AND 所以再AND一個什麼呢 把G4放在這後面 OK OK 084就出來了 好 那 當了084做完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不需要再重做 因為 後面莫碼 曲碼跟莫碼的邏輯一樣 所以 其實比較聰明的做法 是嗎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裡面 的某部分 從哪裡呢 從剪 剪的前面有沒有 就是F4後面 F4後面的這個AND 你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 複製一下 因為 我們後面 G4後面要先 先章一個AND 所以其實 從那個F4那邊 後面那一個 把它選 把它複製就Ctrl C 或者你按右鍵 複製也可以 再貼到哪裡 貼到G4的後面 貼上 可是問題我不是要G4啊 我是要H4 H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 把G改成H 把G再改成H OK 然後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做完了 做完了 OK 應該 不過這個 相對的難度又更高 一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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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知道在講什麼 只是說 有可能有一些細節 不太熟 主要是那個串接符號 你那個串AND AND AND 這個什麼是AND 其實你慢慢習慣之後 你會發現 你就可以把很多欄 然後串一個你要的邏輯 最後手機號碼就做完了 OK 所以 當然這個是做事的方法 如果你會 完了 不會 不會的話也完了 因為慢慢做事完了 OK 沒事 你教一下 剛才你戴著 向下填滿 哪一個快速鍵 喔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 之前那個 剛剛是 直接這樣填滿對不對 對 可是這個有個缺點 拉很久 拉很久 一直拉一直拉 還沒有還沒有 有時候還拉過頭了 拉過頭又要再拉回去 拉來拉去 所以很累 其實 對 因為我之前上課可能已經習慣了 因為我會的人很快 不會的人都不知道奇怪 人家怎麼變 就好了 看不清楚就 就好了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如果你用拉的 它會過頭 那你有個方法 就是你游標 一樣放在儲存格 做完之後有沒有 直接 它變黑色的時候 快點兩下 左鍵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而已 不過這個有個前提喔 就是你同一欄有沒有 你現在 前面那一欄 也要有對應的資料 如果前一欄 如果是空的 那你這樣點不行 因為它是根據 前面那一欄 左邊那一欄 它到哪裡 它就到哪裡 但如果前一欄沒有 那你點兩下 它不會理你 還是用拉的 OK 所以 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 OK 試一下 如果這公式打打看 剛剛主要那個邏輯知道 只是說你熟不熟而已 不熟 把它變熟 應該就 工作 就會很愜意 因為我想未來 還是有可能 處理到這些資料 然後 很快的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問題給解決掉 這個是 就是 利用那個 REPD加LEM 可以把它轉 當然 文字函數裡面 還有很多 像 前面還有 LAPS WRITE MID 比如說你今天要 儲存格裡面的 左邊幾個字 右邊幾個字 或者MID 是MID 中間 第幾個字 到第幾個字 OK 那你就可以自由的去針對 它原來給你的資料 去把你要的資料 抓出來之後 再去做後續的處理 這樣其實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 主要如果你熟悉這些函數 工作起來就會很得心 為什麼 因為要什麼有什麼 你就不需要說一字一共看的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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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啊 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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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我會把它錄下來 所以我剛剛講 我把它錄下來了 然後如果你們 呃 有那個 可能想要重看的話 到時候 我會丟給你們的HR 還是你會把它放在那邊 欸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放到那邊 因為 這個 會還是有一個限制的啦 因為 不同的單位 也會有不同的那個 提供東西 那也會有一些 當然 不然如果全部都放上去的話 大家就不會來上課啦 我都放上去 大家自己看就沒 你之前放的那個一段的資料 這些資料也會彈掉嗎 不會不會 都會在 這些 你今天的是 對 都會在上面 短時間都在啦 一段時間之後還是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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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自己再把它 OK 試一下好了 這個 那 公式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那個 我們講義裡面也有 不過 講義裡面是 從頭到尾的 你可以試打看看 如果不行喔 你就參考一下 講義那個 完成的 然後再慢慢修正喔